有两杯一样大的红茶和牛奶 就是一杯红茶一杯牛奶 两杯都一样大哦 姐姐用八分之二杯红茶和八分之四杯牛奶调成奶茶 喝了八分之一杯后还剩多少杯 好,这两个是不是要合起来 倒在一起,然后才会变成奶茶 好,八分之二杯红茶要倒在一起 我们就要合在一起 好,这个奶茶喝起来调起来有这么多 喝了,喝了就是减,再减掉八分之一杯 好,八分之二加八分之四 等于八分之六,八分之六减八分之一 就是八分之五 水打八分之五杯 第二题 一袋番茄有十七颗 成瑞有十七分之十五袋 早上吃了一些后 又再吃十七分之四袋 最后他一共吃了十七分之八袋 成瑞早上吃了几袋呢 成瑞他有这么多番茄 他早上吃了一些 他是问我们早上吃了几袋 早上吃了一些,如果早上吃了这么多袋 下午又吃了这么多袋 最后他一共吃了 一共是不是把早上跟下午的合起来 好,一共吃了十七分之八袋 那早上吃了几袋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早上的就是把全部的剪掉 下午的就是早上吃的 所以答十七分之四袋 第三题 一箱布丁有十五盒 香頤有十五分之八香 好,拿出来请大家吃了一些后 还剩十五分之二香 香頤请大家吃了几箱 好,这里有十五盒 怎么单位是盒 这里又是香呢 那我们不管它,因为它跟我们说 它有这么多香 吃了一些,又剩下这么多香 那我们就看香就好了 这个就不要看它咯 好,香頤有十五分之八香 请大家吃了 吃了就是不见了 吃掉了,没有了 就是用减 然后最后还剩下十五分之二香 所以大家吃了几箱呢 十五分之八 就是香頤全部的扣掉剩下的十五分之二 扣完这个就是大家吃剩的 所以达十五分之六香 需要留意一下 然后我们不在纠维 做增秤 更加湿 我现在看它 你看它